第十题,我们来命名下列的化合物 第一题,我们找出主链 当它有三键或双键的时候 我们以有三键或双键 一定要放在主链 以后再来找它最长的碳链 所以这边的碳链,如数字所标示的 是横的这一条,是它的主链 主链出来之后,三键所在的位置比较重要 所以编号从左边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碳的编号 在三号碳有一个取代机 所以这个取代机是三个碳的丙机 里面的末端的碳做连接 叫做正丙机 所以在三号碳有一个正丙机 那本身的三键呢,一样跨过一号碳、二号碳 我们要选拨用数字小的这一个 来做标示缺的位置 所以是一号碳有几缺 一号碳有缺的几缺 第二题 一样三键 三键在这边 那我们的主链就在横的这一条 包含三键 而且可以最长 那再来 第一 再来做编号 编号是以三键所在的位置 数字比较小 比较重要 所以从右边开始编 一、二、三、四、五 这时候会在二跟三有三键 那取代机在四号碳有一个甲机 四号碳有一个甲机 那二跟三的三键 我们选择二做编号的标示 二号碳误缺 所以全部是四甲机 二、五、缺